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被于正点名去演丫鬟 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卖惨和圈粉 还顺势给五夫临门炒了话题 可谓一键双雕 此后于正也时常在给这部剧新剧造势 关于主演 采取的是五男五女的模式 还剩最后一个男生没定 还特意指出 这次他对颜值和装造的要求是很高的 而且即使是装通过了 世系不行的话也会被换掉 主打的就是一个外形与演技都要过关 还跳到了13年前的爆款补装剧《美人兴气》 这部剧堪称全员美女 无论主角还是配角 都美得很有辨识度和经验感 自信他可以成为暴剧 说了这么多 主要还是想强调 他对这部剧非常认真 大众可以好好期待下 铺脸到位 官宣主演阵容 男生露眼睛 女生露嘴唇 让大家自行辨别 神通广大的网友已经猜出了大概 男主分别是陈鹤一 昌龙 王兴月 李明德和董思成 其中于正旗下的小身王兴月是男一的位置 董思成此前一直是唱跳歌手 大部分的时间都专注于舞台 这两年也尝试跨界演戏 出演了25小时恋爱和如月 李明德毕业于北电表演戏 代表作是校园君如此可爱的我们 他与女主田希薇 曾是很多人心中极为般配的迎贫情侣 很多人期盼他们俩能二大 但鉴于目前两人的咖位 估计是很难如愿的 在热门话题 我科的CP因为咖位没有以后了 很多人也提到了这一对 最近在校园剧《明龙少年》里饰演暗黑冷血的学霸沈耀 展现了细腻多层次的表演 让人感到惊喜 女主分别是刘仙宁 朱旭丹 卢玉小 柯颖 黄阳电田 其中卢玉小是第一女主的概率比较大 五福临门属于古装清喜剧类型 讲述了北宋年间洛阳父护丽娘子舞女出嫁的故事 五姐妹性格迥异 对待婚姻也各有各的想法 她们在寻觅好郎君的途中 发生了一出出啼笑皆非的故事 最终倒也都心想事成皆大欢喜 卢玉小 但颜细美女的代表 今年以古装剧《云之雨》而小小出圈 成为备受看好的九十五花 与成蕾组成的夜色上浅 让无数剧粉刻的如痴如醉 当然 美女也有短板 颜值上比较挑装造和角度 在《云之雨》里美得楚楚动人 但到了别的作品里就有些泯然众人了 衣态也不够有惊奇神 显得很小家子气 这次于正表示 女一号定妆的时候会直播给大家看 如果觉得不好她就改 还强调 不会做成影楼峰和网红妆 这个大家可实实敲打她一下 刘仙宁 气质甜雅端庄 与古装的是配度极高 助续单 路人员与口碑都在线 但美女可能就是缺点运气 演配角都很出彩 但演女主是作品都陆续扑街 实在让人感到无奈 有人朝她混得也太差了 怎么给卢宇小作配了 但演员不应只看中范围和戏份多少 更应研究角色的丰富度与立体度 而且从今年诸多配角上桌的例子来看 只要角色设定给力 演员演技在线 拼配角走红也不是不可能 可以 去年以古装短剧虚言 而在网络上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 此后也一直专注在短剧领域 出演了不少短剧作品 黄阳电田 零七年的妹妹 今年才十六岁 但别看她年纪 演戏经验却是很丰富多彩 出道作品就是大热的古装剧《楚桥传》 她在剧中饰演小楚桥 此后心图顺畅 陆续出演了 《狼牙绑之风气长林》 如意转著《孟情缘长歌行》等剧 角色大部分也是女主的童年时期 不知不觉间 曾经稚气懵懂的小女孩 已经出落成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 现代妆 清纯甜美 古装温婉秀起 不少人已经将她列入带爆五花的阵营了 总的来说 主演阵容还是挺有新鲜感的 而幕后阵容则是大咖作证 兼致李秀珍 手握《严玺攻略》并便不是海棠红 两部代表作 导演杨欢所指导的《长相思》 成画《十四年》等也口碑不俗 当然 《五福临门》究竟能不能成为爆款 还需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距离于正的上一部爆款剧《严玺攻略》 竟然已经过去了五年的时间 此后的《玉楼春当家》 《主母上世传家》等都扑得惨烈 很多人也开始质疑 这位曾经的爆剧制造机的审美与能力 于正还懂不懂观众的品味 这部剧真有她说的那么好吗 我们搓搓小手拭目以待吧